網站上的履歷如雪片般飛來 獵財團隊得要一一檢視 幫忙媒合企業找到適合人才 通常獵人頭都是在尋找高階主管 只是近來全球掀起 裁員潮似乎讓不少人人心惶惶 以前從去年大概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Meta 這種Amazon這種大型跨國企業 我們都想說好不容易加入 怎麼會收到就是裁員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這幾年回歸的一個產業 其實每一年度大型企業 他們其實都會進行一些所謂的組織團隊 或是一些未來的一些產業的一些方向 做一些評比規劃 那公司某一個層面 他預計要執行就是A方案 可是發現花了錢燒了錢一兩年 產品研發不出來 或是一直無法量產 那其實公司內部就會做一個衡量評估 那就會所謂的縮邊動作 或是整個部門不見 確實近來的消息不斷傳出 根據國外追蹤網站針對了科技公司統計 2024年裁員人數來到了十二萬四千人 甚至也影響到了台灣的分公司或是其他產業 有對外證實這樣的消息 包括了新加坡的現金回饋平台 美國電動車新創公司 思科計畫甚至是Google母公司 亞馬遜都是在這一波其中之一 專家就直指美國企業只是抄襲式財源 因為消息一出還能讓股價上漲 只是掀起財源潮後這些員工何去何從 不少人更直指會被裁員的大多是公司的勝財 某種程度他當時可以加入這樣大型企業 他的經驗背景能力許可是被認同的 所以他才有辦法被這些跨國性全球性集團邀請 但是只是因為當時的一個產業狀況 整個經營模式產業的發展 他可能必須要被迫離開這樣子的一個職能 那你看著周圍的同事一直被裁的狀態下 其實心裡都不是很好受 那能力比較好的人呢 他可能就會直接去找下家 最好的結局其實就是 當你還沒有轉換到下一家公司的時候呢 公司又發了一次 就發了一批新的就是財源名單 剛好又有你 那可能是最好的結局 雖然公司體質重整或是發展需求改變 總是會有這樣的計畫出現 國外的相關產業對於You are fired 這一句不是很有禮貌的句子早就思議為常 再加上生成是AI新起 尤其當很多機器人可以取代時 工作因此就不保了嗎 AI從以往的模仿到現今擁有創造性 部分產業員工確實都認為自己會被取代 甚至有750名企業領袖在調查報告中表示 有37%認為這項技術出現確實能解決不少人力需求 因此有44%的領袖認為 2024會出現財源潮就是跟AI有關 第三波的深度學習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它可能會取代比較流程的就是常規型的 那其實慢慢包括大學的老師 也有鼓勵學生去用一些CHOPGP來整理資料 那我們研究機構也慢慢開始使用這些 它整理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正確 那就是我們包括研究人員 或是一些我們的老師或學生 那可能要具備判斷真偽的能力 反而就是說你要比AI要更強一點 CHOPGP就曾經回答過相關問題 作為一個AI語言模型 不是為了取代人類 而是要強化提升人類的能力 科技的眼鏡對於就業市場影響 就看你如何運用以及適應 並非一昧地認為它會取代你 而去討厭它的存在 TVB的新聞 陳寅仁 王華林謝倫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的新聞網站 王華林謝倫 台北採訪報導